我常常听不明白人家说什么 连普通的生活对答都 咦咦咦咦咦 硬着头皮要假扮听得明白 我真真正正遇到的骑士 还会用轮椅去推我 撞我 或者要拳打脚踢 人总要到失去了之后才懂得珍惜 Hello 大家好 好久没见 欢迎回来澳洲法律署的频道 好久没见到大家了 有没有想念他呢 今天一集《法律署》想和大家分享些什么 他说想和大家说一下 移民了来澳洲之后 到底会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 遇到以上的挑战之后 又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 在移民路上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在分享这个话题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做出一些对法律署的支持 就是订阅这个频道了 好了我们马上事不宜迟 即刻去片 移民是一个要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 由一个自小成长的地方 一下子移居到去另一个陌生的角度 工作上生活上社交圈子都有360度的转变 家人又可能要跟你分隔易地 你开始可能会感到盼望 焦虑无助 或者自我怀疑 一路走来 或多或少 都会在移民路上遇到不少的挑战 我喜欢用挑战这个字去形容 多过用困难这个字 因为当你面对了 跨越了这些挑战的时候 其实会令你不断成长和进步 移民了来澳洲几年的时间 我开始慢慢发觉 原来环境的转变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你的心境 你用什么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第一个会遇到的困难 相信就是语言障碍 Language Barrier 不论在澳洲还是任何一个国家 只要你移民了去第二个国家 用不同的语言 你都一样会面对这个问题 我有一个家人 他都住了在澳洲十年八载 记得我刚刚开始 FROM澳洲的时候 他带我到周到街 BACK 我经过原来他和本地人的沟通 是这么流利的 这么自信的 当时我很惊讶 因为我自小以和他一同长大 我印象中他以前英语 也 looked like a Saya 但自从他移民来澳洲后 很久没见过他 今天重逢 竟然已经英语进步到这个地步 他跟澳洲人聊天是很自信、很松容、淡定 相反当时的我,其实连普通的生活对答都疑疑 虽然香港的学校是有教英文的 但是始终都是着重于学术上的形式 生活上有几可会真的讲英文 移民了在澳洲这几年的时间 其实我都遇过不少的尴尬事 我常听不明白人家讲什么 尤其是澳洲人的口音 当你生活在这里你就会明白 香港以前学的英文是英识口音的 但是澳洲人的口音是很特别的 或者是他们small talks的时候说的slang、里语 我都不明白 很多时候我都有个毛病 就是明明听不明白对方说什么 但是为了避免尴尬我就硬着头皮 要假扮听得明白 对方说什么我都yes,yes 或者yip,yip 例如刚刚来到澳洲的时候 我就去超市买东西 好了,买完东西就去收银署付钱了 职员就说我把提款卡不够钱 我听不明白他说什么 我就呼现了事说了一句yes 但其实我不明白对方的意思是什么 结果yes完之后我继续站在那里 没有反应 对方又说多次 喂,你把卡不够钱哦 我才访言大悟 拿现金去付钱 其实听不明白英文是不要紧要的 宁愿你礼貌去问对方 bet your pardon 好过不明白 但是假扮不明白 最后产生了誤会 面对语言障碍呢 我个人有几个小小的心得 首先就是不要怕说错gram 觉得自己英文差 其实你自信肯说英文 总好过你怕说错而不肯说英文 最介意英文说得不好的人不是其他人 从来都只是自己 来到澳洲之后 我从来都没有被本地人笑过英文说得不好 但相反看回以前我自己拍的youtube片 反而是一些网络上的留言 由一些亚洲人去笑你英文说得不好 grammar错了 我看完这些留言之后 其实都是一笑自知的 因为在澳洲就算你说错grammar who cares 即使你英文不留你都好 要记住这一件事是正常的 因为英文不是你的母语 当然你不可以用你的英文和本地人去比较 而且你懂得三文两语 其实已经是很厉害的了 再加上澳洲是移民大国 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移民 例如有印度 尼泊尔 非洲 或者是欧洲的人都有 大家都不是本土的口音来的 但就可以互相包容 即使英文不留你都好 说一些简单意明白的英文其实就可以了 语言其实是用来沟通的 只要双方明白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多些跟本地人去说英文 如果你移民之后仍然是停留在你华人的生活圈子里面 说中文呢 你英文是不会进步的 我自己平时就是靠着工作上面和生活上面 例如去做gym 看到本地人的时候 然后沟通就用英文去对答 或者多些看本地的新闻 或者英文的节目都好 讲得多听得多 其实你自然就会慢慢进步的了 我不敢说我自己英文很好 但是相比起我几年前来到澳洲的时候 只可以yeyeye 其实已经进步了不少的了 起码现在在上班或者生活上面的沟通 我都不再怕去说英文 第二样东西就是歧视 很多人都会担心 会不会有歧视这个问题出现呢 包括我的家人都曾经有问过 喂 澳洲会不会排华的 澳洲其实是一个移民国家 好像刚才也说过 会包容不同国家的移民 在澳洲也有法例是不允许歧视 因为歧视其实是一个不能接受的行为 我遇过大部分的澳洲人都是非常友善 如果觉得别人歧视 有可能会来自于自己本身的价值观 因为我曾经遇过一个亚洲的同事 他觉得某个病人去歧视他 觉得那个病人对他和澳洲同事的态度有点不一样 对他比较冷漠一点 我自己也有照顾过那个病人 我觉得那个病人表现很正常 对我都没什么 那可能是同事本身自己比较敏感一点 凡是别人对他的态度不太友善也好 他就会归纳于歧视 其实人和人之间相处都会有夹 或者有些位不夹的 就不一定是歧视 尝试从多些角度去看一件事情 可能你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我真真正正遇到的歧视 反而不是在澳洲人身上 而是由一个不是本土的人去歧视我 例如以前我在老人院工作 遇过一个印度的病人 他偏好要澳洲人去照顾他 他每一次见到我 或者其他亚洲人的面孔 他都会大炒大闹 还会用轮椅去推我 撞我 或者要拳打脚踢 向经理反映了这件事之后 他就没有再安排我去照顾这个病人 因为其实如果你受到别人的歧视 你是不需要自责 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些什么 如果遭遇到歧视 你向上司反映就可以了 在我心目中澳洲人真的很友善 只要你肯去融入这个社会 其实大家都会很包容和接受你 第三样东西就是饮食方面 人家常说香港是美食天堂 我从来都不觉得是什么一回事 直到我来到澳洲之后 才觉得这件事是真的 可能人总要到失去了之后 才懂得珍惜 不要期待澳洲好像香港 有茶餐厅、酒楼、可以去喝茶 或者日式、泰式、月式、餐厅 什么都有 澳洲不是这样一回事 以前在香港真是很少自己煮饭 大部分时间都外卖出街吃 外卖的价钱可能比起自己煮更便宜 但相反澳洲 你住在大城市 例如Melbourne、Sydney都还好 如果你像我这样住在Tasmania 还要不是在Horbert这些首府的城市 而是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小镇 Loss Aston 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我们很少出去吃饭 而都常常选择在家自己煮饭 原因就是出去吃实在太贵了 例如一个小菜 中式的麻婆豆腐 说要三四十元澳子 而且味道是很一般 完全不是亚洲的地道风味 只是一些迎合澳洲人 口味而成的中西合璧的味道 总之就是不authentic 例如honey chicken mongolian lamb 这些本来就不是在正宗 亚洲菜式会出现的菜式 就会在澳洲出现 当然你要吃西餐 这里是比较多选择的 但始终吃西餐的价钱 都是不便宜的 例如每一个人出去吃个晚餐 喝杯酒 大概都要一百元左右 所以来到澳洲之前 最好你就学定煮几样拿手的家常小菜 如果不是你来到澳洲之后 天天吃炸鸡 薯条 披萨 汉堡包 我不够一个星期 我保证你会吃到怕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以上的三点可以帮助到大家 去了解一下到底来到澳洲移民之后 会遇到什么挑战 可能你遇到的挑战跟我会不一样 希望大家在下面留言区分享一下 你来到澳洲之后遇到什么挑战 好了 那我们今集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